OK 今天讓幾個都的這個通信 未清的發展國際都很關心 我們的所有的發展部 有哪選報說 將近十一位軍隊開放上官的申請 所以部長東方 今天在立法院做業務部局 李維英有哪很關心 這個申請主席說 不可以有中主感謝 共調中主不可以下集 所有的部份 有過二十一月開始 開放給幾位親接受申請 因為這是台灣的頭一百開放 所以相關議題也很受關注 資安的部分用人是狹隘的 另外就是有外行 領導內行 用人為財 所以非常歡迎委員跟各界推薦專業的人員 資安院他的工作是大概四年以內 來使用的工具的研發跟使用 所以我們跟TWISC 目前以我所知 並沒有像委員講的那樣子的聯繫 一個新成立的數位發展部 有需要用在最精華的地點 用那麼高的租金 然後現在又要推動遠距辦公 到底這樣子的講法 不就是多重矛盾嗎 等候主持 在政府幾位 在化工特區設置 登基層的辦公室 不過在完工之前 最近剛才要進出的新工大樓 射到中介處 目前所謂沒有變作598人 最多關鍵設定是976人 如果未來不安便 或是辦公中所不適合 會再找適合的地點 一家綜合不得